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 ASK.1 8.8的4.2 Code Arahan HDML 我们自己主要要学 HTML 什么是HTML 我们要这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全名是什么 你必须要背起来 HTML 它的全名就是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在我们的华语翻译 就是网页 我们就要学习 这个如何去做一个网页 然后我们要知道 www 它的全名是 word,white,web 这个也是非常需要记得的 就是www 所以这边你只需要记得 HTML跟www 它们的全名 OK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课本里面我们示范 它们是用notepad来写这个代码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写出来的代码 它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是很多那些一行字 但是它成果是这个出来的网页 刚刚的代码它打出来 它的网页变成这样子 OK 我们来看 4.2.1 Malaka Papantarita 就是做这个故事线 非常简单 我们做一间 这个网页的时候 我们要先做这个故事线 让我们清楚知道 比如说按这个按钮 它要去到哪一个页面 按这个按钮 它又要去到哪一个页面 这样的概念 OK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 它这边就有一些 你要知道的 这4个 Structo Linear Structo Chava Structo Rora Structo Hierarchy 我们先来看这个最简单的 Structo Linear 你可以看到它们 它是怎么这边看到 还有4个页面 有4个 然后它们是 就是一个一个页面 这样子去排的 就是没有穿插什么鬼 就是很简单的 最直接的页面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想象成 PowerPoint 你知道吗 因为PowerPoint它其实 有点类似的道理 这样子 我们来看Structo Structo Chava 它是怎样做的 我们就是有一个最主要的页面 然后分出来一个一个页面 然后这一个页面 再分出来 就很像树形图这样子 就是跟树形图一样的 那个概念 Structo Rora 它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你知道吗 因为它是从中间这个 主页面 然后它分出来 很多很多页面 就是在这个主页面 你可以去到所有的页面 明白吗 你去到这些页面过后 它们就可以再回到主页面的概念 就是我们很多网页都是用这样子的 明白吗 然后Structo 还有Ruppy 它是这个比较复杂 也没有不怎么常用的一个 因为你可以看到 Pengunjung Andephepilehan Unduklama Lama Structo Nia Dumbo Kambali Klama Udama 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个Rora 它是你必须要回到主页面过后 你才可以去另外一个页面这样子 但是这个 你去了这个主页面 你去了这个你可以直接去北的 不需要再回去主页面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可以自由的去别的页面 不需要去回到那个主页面 OK Kesahehan Maklumanti internet 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 网络 它内容的健康度 换句话说就是 不要放那些十八斤的东西 OK 我们要怎样做一个网页 一个健康的网页 首先我们要 Kombo 什么 Maklumanti Kehantaki 我们就要收集全部素材 那其实这个过程呢 你不需要特别去背 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 你需要知道 你怎样 去做这个网页 你需要知道一下 我自己跟你讲一下 你就是要先收集你要的素材 因为你决定了你要做什么 关于什么的网页过后 你就要去收集素材 明白吗 然后它就有这些素材 你就可以是文字 照片 音乐 声音 或者是影片这些 然后 然后 输送什么 Maklumanti 每一个特别 因为你一个网页 它不可能只是一页嘛 就是 它可能有很多的 subtopic 就是很多的 分页面 就是很多别的页面 很多个页面 所以你就要分类 这个是否什么页面 这个是否什么页面的 这个素材 OK 然后 你就要为你的这个网页 制定这个 主要的标题 就是我们最上面所看到的那个大大哥的标题 然后 就是小标题 就是 我们分出来每个页面 每个页面的标题 然后它一起看出根据下的内容 OK Ranchanggansruklo Maklumatan Powdan Lawan Sesawang 你就要 知道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有什么页面了 你就要看回刚刚这个 它是哪一种 这四种的哪一种 就是要运用到这四种 去做这个网页 OK 知道了 你要用哪一种 structo 那个structo过后 你就要 recker structo bendo structo menu 就是做它那个menu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要去拿一个页面 那个东西 那个页面 然后 然后 Ranchanggansruklo recker bendo Lawan 你就要 设计你的网页 因为你已经有了 你的内容 题目 那些全部 素材全部 然后你就要装饰了 就是 拉开kan alera boutan bagi se kosemua laman 然后又是时候公开你的网页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 HTML这个网页的制作过程 OK 然后这里他就给一个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这个Papan Charity 他就给一个 这个就是 就是他的Papan Charity OK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你 就直接在这边画出你的页面 就是你要你的页面是长什么样子 他的照片啊 他的文字啊 他的影片 那些他们的按钮 他们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这样子 OK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4.2.2我们 留到下期视频再来讲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给你好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